大家好 我是磅哥 這一次大王麻辣乾麵 我又來了 既上是挑戰失敗之後 這次我來幫他報仇 不過我還是在這邊要先提醒大家 超級辣這種東西 千萬不要不要來挑戰 千萬不要來挑戰 因為那個不叫食物 那不是人吃的東西 所以呢 我今天就是來吃重辣而已 他那天就是吃完了這個 超級辣之後呢 因為他挑戰失敗了嘛 我想說乾一碗五百塊 那是不是要 起碼要打包回家吃嘛 然後我就 跟老闆講說我要打包 然後打包了之後呢 然後你就走到外面去 就開始吐了 然後在吐的過程中呢 我想說 他不是明明只喝了兩瓶小罐的牛奶嗎 可是他吐出來有四罐牛奶的量 另外兩罐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其實 我想了很久 其實還是百思不得其解 不過沒有關係啦 反正吐都吐完了 我想說 我就很開心 拎著我的超級麻辣乾麵 我想要回家的時候 去慢慢的品嘗一下這個東西 結果走到一半的時候 Angel跟我講說 班哥我想吐 然後他就把我手上冷乾麵拿起來 就吐到我的袋子裡面去 都吐到我的麵裡面去了 我就想說好吧 那就這樣啦 反正沒吃到就算了 不過我今天就是來吃他的中辣 然後順便偷偷跟你們講 等一下吃完這個中辣的時候 我還會去他們的台中店 去評比一下 看他們兩家 父子之間的麵到底差在哪 小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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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碗的啦 其實這個吃起來 就是一般會吃辣的人 大概都可以接受 我用超快的速度把它吃完 超快的喔 這個可以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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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